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10月1日星期六 今天呢是中国的国庆节 那昨天呢我已经都跟中国呢我们的祖国祝福了生日快乐 那么今天呢中国就在我现在说话的时候呢 已经是北美的下午了 也就是呢中国已经进入了10月2号了 但是呢祝福的话不嫌多对吧 在这里呢仍然是祝福我们的祖国73岁的生日快乐 那么我们中国呢有一句话哈叫7384哈 这是两道坎 那么很显然呢中国呢虽然说这两年遭受了来自于美国的一些制造的一些障碍 但是呢还是很顺利的 那么谁的人生又会是完全的坦途呢对不对 那么成长的路上有障碍 那么成长的能力呢才会更全面一些对不对呢 一个人呢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呢它更是这样的了 好我今天这视频呢就有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的内容呢就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在10月1日这一天呢全世界都在向中国表达祝福 那么其中呢也包括美国 美国不同的部门都向中国表达了祝福 甭管是真话假话吧 反正是呢他在这个日子口上呢仍然要对中国表达祝福 那么这件事呢我们一会儿再详细的说一下 第二件事呢就是要说一下呢 美国后院呢又着火了 那么美国后院的一个国家呢叫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呢以前是这个台湾的一个邦交国 那么昨天的时候尼加拉瓜呢做出来了一个巨大的一个举动啊 就是呢向美国西方翻脸了 把他们扫地出门 一会儿呢我们来说一下详情 第三方面的内容呢就是大家还记得四年前 刘强东到美国去闯了一个大祸吗 那么他的那个民事案件就是那个女主啊 那个女孩叫刘静瑶 她起诉刘强东的这个民事案件呀 这两天要开庭了 那么昨天的时候呢已经确认了这个陪审团的成员 10月3号的时候呢就要开庭进行审理了 那么现在呢有很多的信息出来耶 就发现这个女孩啊刘静瑶真能折腾啊 现在刘静瑶呢把他自己折腾成了一个孤家寡人了 他身边的那些人呢全都被他骂跑了 他又爆出来好多的这个猛料啊 他和他爸爸的那个朋友 也就是把他和刘强东联系起来的那个老师之间呢撕破脸了 哎呀把那个聊天记录都公布出来的 骂的那叫一个难听啊 一会儿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下 那中国的国庆节呢 全世界都向中国发来了祝福 根据呢新华社所发的新闻稿 新华社就公布了这世界上呢 基本上好像是所有的国家领导人 向中国所发的这个贺电 那么有一些国家的贺电呢 中国是全文公布出来的 第一个就是来自于朝鲜的贺电 具体的内容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啊 第一个是朝鲜的贺电呢 我觉得中国 哎呀给朝鲜真的是给足他的面子 第一个是朝鲜 第二个是越南 第三个是老乌 第四个是古巴 第五个是俄罗斯 第六个就是美国哎 美国总统拜登代表美国政府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73周年 表示和美国人民一道祝福全体中国人民享受和平与繁荣 这是拜登发来的贺电 那么昨天的时候呢 美国的国务院也就是布林肯那个部门 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发出来了对中国的祝福 他在官方网站上所发的声明的内容呢 是这样的 说指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73个国庆日之际 我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今天美国正与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当今事件面临的巨大问题 我们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卫生气候变化禁毒领域 以及其他我们两国存在利益交汇的领域展开合作表示欢迎 我们希望中国人民在未来的一年里和平幸福 这最后一句话呢 好像就和拜登的这个贺词呢 是一致的哈 那这里面呢 他还说了在卫生气候变化禁毒 以及其他两国利益交汇的领域开展合作表示欢迎 那因为呢 现在中国给他关闭了八个领域的这个合作通道 那现在呢 他提出来了 这段时间以来 其实他们一直都希望中国能够把这些个合作通道呢 打开 在王毅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呢 会见了这个布林肯 布林肯和王毅的这个会面的时候也提出来了这一点 看来现在中国呢 仍然还没有打开这个通道 或者呢 现在可能也无意打开这个通道 现在呢 这个主动权呢 就掌握在这个中国的手里 好 这就是这个美国在国庆的时候对中国的这个祝福哈 那么接下来新华社在这新闻稿里面呢 又全文播出来了柬埔寨的赫词 泰国的赫词 印尼的赫词 新加坡的赫词 蒙古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图库曼斯坦 伊朗 阿尔及利亚南非加纳 金巴布韦 尼日利亚 捷克 索罗门 啊 就公布了以上的这些国家 他们赫词的这个全文 然后呢 新华社这个新闻稿里面呢 又罗列了向中国发来赫电的那些方面 啊 比如说他就说呢 发来赫电或者赫韩的 还有 日本德仁天皇 韩国总统尹熙悦 东蒂汶总统 斯里兰卡总统 孟加拉国总统 孟加拉国总理 巴基斯坦总理 布丹国王 埃及总统 沙特国王 沙特王储 土耳其总统 叙利亚总统 约旦国王 巴勒斯坦总统 科威特国王 科威特王储 苏丹 南苏丹总统 毛里塔尼亚总统 突尼斯总统 塔吉克斯坦总统 格鲁吉亚总统 亚美尼亚总理 利比亚总统 马里 马里总统 尼日尔总统 以下这些我就不读了 我就不一个一个的 给大家读了 总之呢 就是可能差不多全世界吧 都发来了这个贺电 也包括什么英国呀 意大利呀 这些都发来贺电 好 以上的这些呢 就是中国国庆节的时候呢 中国收到这个贺电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说一下我刚才所说的 美国在他自己的后院 被他自己后院的这个邻居呢 叫尼加拉瓜 给他这个差不多扫地出门了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尼加拉瓜呀 在昨天的时候就宣布 与荷兰断交 并且呢 指控荷兰采取新殖民主义立场 就是说呢 因为荷兰采取新殖民主义立场 所以呢 他们和荷兰断交 那么荷兰方面就是说呢 说尼加拉瓜的这个反应呢 完全是过分的反应 和这个事本身呢 不想匹配 不成比例 荷兰的外交部呢 是今天的时候表示说呢 尼加拉瓜用断交的手段 来回应民主和人权事物 是不成比例的做法 令人遗憾 那么这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事呢 就是啊 这个荷兰啊 和尼加拉瓜 他们之间呢 有合作一个项目 是一个医院的兴建工程 由荷兰呢 来出资 那么荷兰在这段时间以来呢 就不断的对尼加拉瓜的民主啊 人权呀 大家指责 一再干预 这是用这个尼加拉瓜 政府的话说呢 就是一再的进行干预 抱着一种干涉主义 和新殖民主义的立场 对尼加拉瓜的内政呢 就是大家干涉 那尼加拉瓜呢 现在就受不了了 我能够想象出来 他们的国家领导人呢 应该是很火大 就觉得说呢 这是我国家的内政 你老是来指责 这些东西干什么呀 你不就是跟我们合作搞一个医院的工程吗 对不对 老是以这个为要挟 动不动就停止出资啊 或撤资啊等等 那么尼加拉瓜等于说呢 我能想象出来 现在就火了 觉得说呢 我还不在乎你这点出资 你给我滚蛋 我索性我就跟你见 我就跟你断交 你给我彻底走人 我不想看到你呀 应该是这样的 尼加拉瓜还不仅如此呢 这个报道还说呢 尼加拉瓜还对欧盟的大使表示 宣布欧盟的大使呢 是不受欢迎的人 宣布不受欢迎的人和驱逐 就等于是一回事了吧 或者说是下一步呢 就是驱逐你这个欧盟的大使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虽然说没有看到这个报道的细节 我们能够想象出来 一定是因为荷兰 对这个尼加拉瓜的干涉呢 尼加拉瓜就要跟他断交了 之前呀 断交之前肯定是有各种的交涉 那欧盟有可能呢 就出来对这事呢 指手画脚 所以尼加拉瓜就说啊 你欧盟你不要给我指手画脚 我现在宣布你这个大使啊 也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那同时尼加拉瓜呢 还做了另外的一个声明 就是说不准美国新任大使入境 等于说呢 美国可能现在呢 就是更换了他的大使 之前的大使呢 可能是撤出来了 也许是空缺呀 不管怎么样 现在呢 他们要派一个新的大使 那尼加拉瓜呢 现在就宣布说 你美国的新任大使 我也不准你入境 那等于说就是把欧盟啊 把美国呀 把荷兰呢 就扫地出门了吗 哎呀 看到这个消息呢 我觉得是特别的这个高兴 因为呢 美国在全世界一手遮天呢 称王称霸的那个时代呢 真是一去不复返了 这个世界呢 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出来跟美国说不 跟西方说不 你看是不是这样的呢 尼加拉瓜呢 真的是很有骨气 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所罗门 对吧 所罗门呢 他是一个小岛国了 然后他之前呢 他都没有能力 来对自己的这个社会治安 来进行保障 所以呢 就和这个澳大利亚签的协议 由澳大利亚来负责 他的这个治安问题 那么在去年年底 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他那儿就发生了这个暴乱 这个暴乱呢 说实在就是从 台湾所最有影响的 一个小岛开始的 这就是台湾在那儿搞事啊 那么这个暴乱呢 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啊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后来就发展到了 他们首都的那个 最大的那个岛 对不对 那么他们又没有警力 控制不住 所以呢 所罗门呢 就反复的要求 这个澳大利亚 你赶紧来给我维持秩序 那么澳大利亚一开始呢 就消极代工啊 就不来 后来好不容易来了以后呢 就是说呢 先是说 对于中国大陆在那儿的生意呢 说是不管 你中国大陆的生意在那儿呢 被烧了 被砸了 或者人被打了 这些呢 说是一概不管 你这是管治安吗 然后又说呢 对这个所罗门群岛征服还不管 你这叫什么玩意儿 对不对 那人家所罗门群岛呢 觉得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说我和你的合作呢 现在存在着漏洞 那我索性 我就和中国之间也签订这样的一个安全保障的一个协议吧 那如果你澳大利亚管不了的 那我就让中国来管 澳大利亚一下的反应就特别大 人家那个 人家所罗门就跟他讲呢 你那个还存在啊 我跟中国签的这个只是一个补充 并不是替代你那个 你那个还存在 你做不到的 我由中国来做 那我们都知道哈 所罗门之前的时候 美国都是个好几十年 N十年 然后都不派什么大使 结果呢 中国和所罗门进行合作呢 哎 他就跑来了 又恢复了他那大使 之后呢 就对这个南太平洋的所有小岛国 甭管多小的小岛国 然后呢 他现在也都恢复了他的这个大使馆和大使 就就是美国干的事 之前他也不去 现在他又去 那么前两天联大开完了以后呢 他把这个太平洋岛国的这些国家领导人呢 留下来开一个小会儿啊 给人家许诺一些好处啊 还挑动人家 说哎 你们的经济应该多元化呀 应该不仅仅局限于这个旅游和渔业呀 应该还有其他的呀 那你倒是帮他们呀 对不对 他为什么点出来旅游呢 就是太平洋岛国有好几个这个小岛呢 都是中国大陆到那去旅游 把他的经济给他带动起来的 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斐济了 对不对 中国有很多人什么到斐济去旅游 还有到什么地方 那些小岛反正是 就是中国人的旅游给他带动起来的呀 那你美国你倒是去帮他们呀 中国不去之前 他们也不帮 连大使大使馆全都没有 现在中国一去呢 好他也都跑来了 我们看吧 他对这个太平洋这些岛国 他们他到底是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 反正就是跟着搞事啊 说你不能光指着旅游啊 你当然其他的也得搞了 对不对 那没有的旅游 他们怎么赚钱呢 还有你不能指着渔业呀 中国就是帮助那个巴布亚新几内亚 就帮助他们那些渔民 给他们提供了高级的这些渔船 然后给他们兴建了这些 鱼打回来以后处理的那种这种工厂啊 就指导他们帮助他们 给他们提供的那些 用中国给他们提供的渔船呀 然后出海打鱼 打回来以后呢 立刻就把那些这个鱼呢 进行速冻的处理啊等等 然后呢就把这些鱼就运到中国 中国就给他们购买了消化了 然后呢让他们的既解决了他们渔民的就业 还解决了他这个冷藏厂的这个鱼鱼产品处理工厂的这些就业 他们还挣很多钱 对不对 这都是中国帮他们 你美国帮啥了 一天大晚的呢 就是光考虑自己的利益 那么美国在自己的家门口 自己呢经济很发达 可是美国他的邻居经济发达吗 美国的邻居就都很穷啊 那这个尼加拉瓜呢 荷兰在那里呢 跟人家合作一个医院的工程 还老拿这个所谓的民主和人权来要挟人家 拿这个民主人权作为工具 以前的时候呢 可能像尼加拉瓜这样的小国呢 还有那个索罗门这样的小国 也就是忍了 那没有办法 你就指他怎么办呢 好 现在呢 有中国呀 那么你荷兰你这点投资 说实在的 对不对 那中国的投资比你这投资要多多了 那你老是拿这个来要挟啊 对吧 你想干你干不想干你滚蛋 对不对 我想现在呢 就是尼加拉瓜都已经是失去了耐心了 你给我滚蛋 美国你这个新任的大使 你也别入境 就禁止他入境 这很厉害啊 这个非常厉害 真的是为尼加拉瓜这样的小国呢 点赞 你只有这样的 你独立自主 你才能更强 你老是依附于他呢 你好不了 你依附于他 就算你强 美国也得给你搞弱了 你就看看欧洲就行了 欧洲现在啊 就紧抱着美国 就快要把自己搞死了 很快就要搞死 好 这个是第二项内容 第三项内容呢 咱们就说一下这个刘强东 大强子的事 大强子的事呢 大家应该是我的观众 应该都了解他这事 对吧 他就是呢 去参加了美国的大学和中国合作的这么一个项目 实际上美国的大学呢 就是赚中国这帮这个老板的钱 给他们发一个所谓的那个文凭 每个人收我觉得 可能 我觉得不上百万也得好几十万吧 每个人 肯定得收那么多 收这么一个大强子这样的一个企业家 顶收多少的那个留学生啊 美国从这个中国这个留学这个项目上来说呢 真的是赚很多很多的钱 他有一些项目呢 根本就是棒着正经大学的一些野鸡项目 刘强东他们这个项目绝对是一个野鸡项目 好就这样的一个野鸡项目呢 四年前刘强东他们一行中国的那些CEO就到美国去领他们的毕业证的时候 结果呢 学校里面呢 就找一些中国的留学生给他们提供服务了 那么中间呢 那天他们就去吃这个日餐 完了以后呢 这个刘静尧同学呢 就和刘强东一块坐一个车 那这个路上呢 这个刘强东就对刘静尧呢 动手动脚对吧 按说你动手动脚 刘静尧你就下车回家 你躲他远远的就得了 结果呢 刘静尧还拽着 死活拽着刘强东拽到他的房间里面 结果两个人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哎 结果呢 这个刘静尧呢 本来他也没有说把这件事情呢 当成是一个强奸的事件 他就是希望呢 能搭上这个刘强东 对不对 结果呢 赶了摊的那个同学 就说不清楚 现在也说不清楚 是不是他男朋友 反正一个叫陶的一个男孩 这男孩呢 就主动呢 就给他报警了 那警察第一次来的时候呢 刘静尧同学啊 还说 哎呀 没事没事 我们就是误会 那人警察就走了 对吧 走了以后呢 这个刘静尧同学呢 啊 就是越想这事呢 好像是应该怎么操作哈 那这个天亮以后呢 可能继续和刘静尧 继续和刘强东的这个秘书啊 来探讨可能想得到一些便宜 可能预感到得不到 那么刘静尧呢 就觉得一不做二不休 再次的又把警察又叫回来 盖尔说呢 我现在要控告这个刘强东强奸 那么 那么美国的这警察呢 立刻就把刘强东给抓起来了 抓起来以后呢 刘强东就在那个看守所里面 跟警察就说 我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完全都是自愿的呀 你已经是出现场出过一次 他都说 这是自愿的呀 啊 我这么 我这么有身份的一个人 对不对 然后呢 那警察呢 就把刘强东就释放了 也不清不楚的就释放了 后来美国警方的发言人说呢 说不准刘强东离开美国 可是好像没有任何的书面的东西 好像是让刘强东不离开美国 那刘强东呢 那刘强东呢 回去以后就赶紧坐着自己的大飞机 就跑回中国来了 那么这事呢 之后美国又想对刘强东提起来这个强奸的控告 结果搞了半天呢 说又不符合这个刑事控告的条件 所以呢 然后就把那个检控呢 又撤回来了 或者是没有控告 那这个刘强东呢 他也不甘心 他就对刘强东提起来了这个民事诉讼 那民事诉讼在前面呢 完成了一系列的这些手续之后呢 在昨天的时候就开庭挑选这就挑选这个陪审团 陪审团在昨天的时候呢 经过一天的挑选 已经定了陪审团的情缘 那么今天美国呢 是一号 明天二号 三号的时候呢 就要开始进行开庭审理了 那么就这件事情呢 今天就爆出来了一些这个情况 刘强东方面呢 一方面就是刘强东花大假钱 请了特别强大的一个律师团队 这个呢 我们一点疑问都没有 刘强东那么有钱 当然是请最大的这个律师团队了 对吧 最强大的律师团队 另外呢 就是昨天的时候呢 就记者发现刘强东 在这个当地的一个商城里面 跟着逛的时候呢 他的身边就有他的漂亮的年轻的太太 就是那个奶茶妹妹在身边 他们在那逛 那么我看到呢 还有一张照片 啊 奶茶妹妹呢 很明显现在呢 挺着大肚子了 现在怀孕 看起来呢 好像啊 不久可能是一两个月 可能就快要升了 啊 刘强东 我看到刘强东呢 陪着这个奶茶妹啊 从刘强东的这个表情来看哈 和之前和刘进尧尧在一起呢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精神状态 原来他和林俊尧在一起呢 哇 大老板啊 很这个 很神气 很自信的那种感觉 可是呢 现在他和这个奶茶妹妹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看他 虽然说年龄相差很多 对吧 但是呢 刘强东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小跟班似的 啊 就完全不一样 那么他这个事件呢 按说奶茶妹妹呢 应该很生气啊 但是呢 奶茶妹妹现在和刘强东一块来出庭 就说明呢 刘强东已经是把他身边人搞定了 已经是兵士浅显了 不跟他计较 跟他团结一致 来打败这个刘静尧的这个案子 那么刘静尧是什么情况呢 哇 非常吃惊哎 据这个报道啊 说刘静尧和他身边的人呢 全都反目了 现在呢 他原来就是把他这个 就原来呢 帮他报案的那个男同学 叫这个陶 对吧 那个陶那个男同学 还有呢 他们一块做志愿者 还有另外的一个志愿者 叫什么本 这两个同学呢 现在和刘静尧全都反目了 刘静尧跟记者说呢 现在这两个人呢 他根本就联系不上 这两个人根本就和他完全断绝了 就不理他 不理他 应该是像微信啊什么的 是一些社交媒体呢 应该都把他给拉黑了 那么刘静尧现在呢 那些同学呢 全都不理他了 那么在开庭的时候呢 如果他想让他们来作证的话呢 估计他们都不来 因为这是民事案件嘛 我没有义务来给你出庭作证的 所以呢 他们那些同学有可能呢 根本就不理他 也没说已经毕业了 都回国了 对吧 都不一定 那么另外当时呢 还有一个关键人物 就是美国那个大学里面的校长啊 或者是负责的这个教授啊 叫崔海涛教授 还记得吗 当时崔海涛教授呢 也搞得是非常的狼狈 有很多人说这个崔海涛呢 他就是拉皮条的 就是他安排的刘静尧和这个刘强东 那这个崔海涛呢 还是刘静尧附近的朋友 那么现在呢 刘静尧还在网上公布了 他和崔海涛的那个聊天记录 他从他那个聊天记录来看呢 他们之间也是撕破了脸了 我们从刘静尧公布的这个聊天记录呢 他公布了好多啊 我们来看看他聊天记录里面 他说呀 你看这个刘静尧和那个崔海涛的聊天记录 刘静尧说 我有您请我去的语音 如果您需要我可以发给您 然后这个教授就说了 说静尧 我不管志愿者的招聘啊 我也是 这也是为什么 我把你的微信发给白学老师 他负责招聘 面试志愿者 这个我当时都是和你说清楚的呀 这个刘静尧说 我们家当时完全不知道 DBA这个东西 我做志愿者 是我家提的吗 说李华和陶的事情 暂时就不论了 您有本事 不要屏蔽我 还请您吃了饭 现在想想 真是悔不当初 你看啊 就是说这里面还有一个李华 还有陶的事啊 他就说呢 我现在他们俩那事 我暂时就不论了 那么我现在呢 你有本事 你不要屏蔽我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呢 就是他们之间撕破脸了 那那个崔教授 就是把他给屏蔽了 也就是拉黑了啊 然后呢 这个刘静尧 很明显还请他吃了饭 说我还请你吃了饭 现在呢 真是悔不当初 我就不应该请你吃饭 然后这个崔教授又说了 说静尧 我是31号晚上才知道 30号晚宴的存在呀 刘静尧说 您敢说 让我去DBA当志愿者 不是您提出来的吗 崔教授说 网上对我多少污蔑 给我的个人名誉和家庭 带来多少伤害 你了解吗 然后刘静尧说 李华难道不是通过您找到的陶吗 那我呢 您这么大把年纪也不害臊 你看他说的话呢 特别不客气 就是已经撕破脸了呀 那还是他爸爸的朋友 他说 您这么大把年纪也不害臊 和那群垃圾站队坑害别人 然后呢 这个崔教授就说了 静尧 网上对我的污蔑 是你们放出来的吧 对一个老师 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呢 刘静尧说 您搞清楚 网上的言论不是我放的 我也没那个闲工夫去干这个 哇天哪 我就不往下读了啊 就是底下还有很多 那这个很显然 这是他放的吧 对吧 那前面那些 我觉得那些 如果不是他放的话 那也是他受益放的吧 哇 这个女孩啊 真的是这个女孩不行啊 谢个女孩现在 已经是重判亲礼了 我回忆这个女孩将来 她的人生会很惨 好不了 他父母现在 没准呢 和他之间 都是有了嫌隙 他父母如果管他的话 我估计他照样怼的父母 现在他就是和 每一个人都那个了 说是呢 说他那些律师啊 也不是好东西 他说律师也不可信 反正这个女孩呢 现在就把这件事搞多事 一塌糊涂 我相信他的生活呢 因此 这一辈子可能也就 这一地鸡毛捡不起来了 他这件事情呢 形势啊 肯定是够不上的 然后民事也够不上我认为啊 形势呢 就是说呢 你认定他是一个强奸 没有任何疑问 就是你哪怕有一点疑问 这个强奸就不构成 那么他这件事情的合理的疑问 哪是一心半点啊 对不对 所以形势肯定是不构成的 那么民事是一个什么原则呢 民事就是说呢 这些陪审谈的成员 就是偏向于相信是强奸 刘敬尧就赢了 那如果陪审谈成员 偏向于相信刘敬尧是这个愿意的 那么刘敬尧就输了 反正呢 我是偏向于 我绝对偏向于相信 刘敬尧是这个愿意的 是他愿意的 所以呢 在我看来刘敬尧他就输了 但是咱们也不知道 到时候呢 他那个陪审谈成员 他们会怎么认为 那么三号的时候呢 就要开庭了 开庭之后 或者当庭 或者开庭之后 陪审团进行这个讨论之后 就会拿出来一个结论了 也就是说这事呢 很快 这个民事案件就要结束了 就要有一个定论了 那么我们从这个大墙子啊 把他媳妇都带来了 还挺着大肚子带来了哈 他肯定是比较有信心 否则的话 你让你媳妇挺一大肚子来受刺激啊 对不对 他肯定比较有信心 那他有信心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他的律师团队啊 他律师团队现在应该是给大墙子 告诉这个大墙子这个案件呢 是刘静尔告你呢 纯属是吓唬闹 我也认为刘静尔就告这个案件的纯属是吓唬闹 所以呢 大墙子现在有了这个定心丸了啊 还有这个奶茶妹妹也有了这个定心丸了 所以呢 陪着他老公一起来给他老公打气 也向全世界来宣告啊 我们的家庭没有破碎 你刘静尔呢 毁的是你自己的人生 你没有毁这个大墙子的人生 你没有毁着奶茶妹妹的人生 你没有毁大墙子和奶茶妹妹这个家庭 我们现在呢 这个家庭还在壮大 还有新的家庭成员要来呢 可是你刘静尔呢 你今天你输了这官司 你一生都完了 今天呢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的纪念日 虽然说呢 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10月2号 但是呢 我在这里呢 仍然要说一声 祝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好 这个视频呢 有这么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的内容呢 是关于欧欧局势前线的情况 那第二方面的内容呢 是关于欧洲现在的情况 第三方面的内容呢 就是关于北溪一号二号被炸呀 昨天的时候联合国开了紧急会议 在这个联合国紧急会议上呢 看来这个局势呢 有一点扭转呢 有一点这个反转 西方呢 西方呢 在联合国的紧急会议上 有一点重口一词 俄罗斯被众夫所指了 一会儿呢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件事情 那么现在呢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 这个前线的情况 前线的情况呢 没有太多的报道 但是呢 我看到呢 两方面的报道吧 首先是俄罗斯方面说呢 在地涅伯罗和顿涅刺客 这两个地方呢 有比较大的这个成果 一个是呢 说在地涅伯罗 摧毁了乌克兰的导弹组装车间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说在顿涅刺客 击落了乌克兰的这个战机 这是俄罗斯方面的这个报道 另外呢 关于之前的时候呢 俄罗斯方面啊 费了好大的劲 才拿下来了一个这个军事重镇 叫红利曼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这几天 乌克兰呢 就在攻击这个红利曼 那么我看到的报道 前两天呢 是乌克兰攻击不力 没有什么进展 很难拿到 但是呢 今天我看到呀 这个乌克兰方面的报道说呢 他们包围了一个城市叫利曼 我就不知道这个利曼和红利曼 是一回事吗 那么乌克兰上面说呢 就是发现呢 俄罗斯在利曼这个城市 留守的这个军人呢 非常少 说也就有这么三五千 顶多有五千人 这是一个薄弱环节被他们发现了 说他们现在呢 已经是对这个利曼进行了包围 那么这个事情呢 貌似也得到了俄罗斯方面的确认 今天我看到俄罗斯方面说呢 说为了防止被包围 俄罗斯决定了从红利曼撤出来 如果红利曼和利曼是同一个城市的话呢 那就是说乌克兰很快就会有一个重大的战果 他呢 又会再拿下来一个重镇 又收复了很大的一块领土 那这件事情呢 我就想说哈 根据前面几个月以来 这个俄罗斯方面的这个打法啊 他就是会主动放弃一些地方 那么现在看来呢 他就是又放弃了这个红利曼呀 他所说的呢 是为了防止被包围 那么我想呢 可能他就是不打算往那个地方 或者是没有能力往那个地方 派出太多的部队去守卫这个红利曼 可能这红利曼呢 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重要 因为这红利曼呢 他毕竟是属于这个哈尔科夫的 哎呀我刚才查了一下哈 这个红利曼还不是哈尔科夫的 这个红利曼是这个顿涅斯克州的 那我就不明白 俄罗斯为什么把这样的一个重镇呢 给他放弃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前线的情况 另外呢 关于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呀 今天我就看到乌克兰方面报道说 扎波罗热核电站受到了更大的攻击 说有一个机组呢 已经是着火了 但是呢 因为扎波罗热是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 并不是在乌克兰的控制之下 所以呢 乌克兰就是说呢 他们也只是判断 他们判断可能有一个机组着火了 那么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呢 它是由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来运转的 那么据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所披露的消息呢 他们说没有这回事 说没有机组着火 那如果说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这么说的话 那就应该是没有机组着火 而这个方面呢 俄罗斯并没有任何的报道 所以呢 现在这个事情啊 不是很清楚 我偏向于呢 就相信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所披露的这个消息 另外呢 乌克兰还公布了一个消息呢 说是呢 俄罗斯绑架了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运转的总干事 这点消息呢 也没有得到俄罗斯的确认或者是否认 那我想呢 乌克兰可能是 是不是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就是他这个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 有可能呢 他们是中立 或者是呢 他们偏向于俄罗斯 或者是呢 他们和乌克兰政府呢 不是很一心 所以呢 乌克兰方面的消息 和国家核电公司的这个消息呢 信息啊 就不对称 不一致 那么他现在呢 又说这个总干事被绑架呢 可能就是想说 俄罗斯方面 完全控制了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 不光是这个地方是由俄罗斯控制的 那么这个运转的团队可能也是由俄罗斯控制了 可能之前呢 就只是这个总干事可能不带听俄罗斯的 现在呢 可能把他给绑架起来了 然后他们就听了 乌克兰放出来消息呢 可能是也给有关方面听的这个消息 有关方面如果说不清楚 这个国家核电公司 他们发布的消息 有什么倾向性的话呢 那么乌克兰发布的这个消息 就告诉他们 从现在开始 国家核电公司 所公布的消息呢 就是偏向于俄罗斯的 而不是乌克兰 有可能是这样的啊 另外呢 就是再说回来 关于 为什么说 俄罗斯又放弃了 红利曼这个重镇 我估计啊 可能就是 俄罗斯 现在确实是兵力不够 不是在普京 公布了 征兵的 那个征兵令之后 乌克兰呢 就攻击俄罗斯呢 说他兵力不够吗 在那之前 乌克兰也在攻击俄罗斯呢 说他们的兵力不够 那么现在呢 这四个州呢 都并入了俄罗斯 对吧 再加上之前的 这个克里米亚 那这也等于说呢 五个州都并入了 这个俄罗斯 那这个五个州 不需要保卫啊 肯定是需要保卫 对吧 那需要保卫的话 会需要更多的 这个军力啊 所以他现在呢 征兵的这三十万呢 很有可能是为了将来 要保卫这五个州的 说实在的 三十万的兵力 如果要长期的保卫 这五个州的话呢 我也不是一个军事专家 我就觉得好像 也不是那么的充足吧 另外我看到呢 乌克兰现在就放出消息说呢 说他们在前线 俘虏了一个四十五岁的俄罗斯的这个士兵 说这个四十五岁的俄罗斯的士兵呢 就是刚刚征兵的 在这个三十万人之内的 说他返回这个前线呢 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就被俘虏了 说之前呢 俄罗斯就说 这些预备役给他们正召回来以后呢 是要进行训练的 他就这个老兵的情况来说明 说看来呢 俄罗斯所说的那个训练呢 并不存在 或者是呢 没有时间来实行 我认为这个消息有可能是假的 为什么呢 因为前两天呢 我跟大家说了哈 有一个中国的富二代 他就在俄罗斯做生意 他找了一个俄罗斯的媳妇 那么他的大舅哥呢 前两天就被正召回去了 他是退役刚刚是两年的 据这个富二代说呢 俄罗斯这边 他这次正召回去的这三十万呢 其实他只要这个年轻人 所以说呢 乌克兰所说的 抓着这个四十五岁的这个呢 这个事应该没有这事 乌克兰就爱造谣 这事肯定是没有 那据中国的那个富二代说呢 他也看到 他也知道啊 他也在网上看 这个西方的那些造谣 说满街抓人啊什么的 他说纯粹就是胡扯 胡扯的 所以呢 由这个富二代所说的这个情况呢 我们判断呀 所以说呢 乌克兰所说的这个四十五岁的 新召回来的预备役啊 这就不是真的 他用不着是四十五岁 四十五岁就太老了 他就光照的年轻的就够了 好 这是俄欧局势这个前线的情况 然后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欧洲的情况 欧洲呢 他本来他现在就面临着这个能源危机 那么现在北溪一号 北溪二号呢 现在完全被炸 他完全没有指望了 今年冬天呢 应该是完全没有指望了 那么他们这种情况下呢 冬天应该是百分 百分之百的呢 很难过 那么现在欧洲理事会呢 正式批准了一项政策 这项政策呢 就是对欧洲的这个电价呀 进行限价 就不准那些个发电公司 他们乱涨价 说是呢 把他们一兆瓦时的那个电价呢 限制在是145欧元吧 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呢 有的时候好像他一兆瓦时的那个电价 都涨到了1000多欧元 那么他这样限制电价呢 应该保证老百姓的这个电费单 不会太离谱 但是呢 会不会就让那些个发电的公司 就不发电了 因为他有可能是赚不到钱的 他们涨价应该说呢 也不是漫天要价 坐地起价 应该是他们的成本高了吧 这次北溪一号 北溪二号这一诈 这个欧洲的天然气的价格 又涨上去了 又涨上天了 涨了具体多少呢 现在我不掌握这个数字 反正是涨了很多 这绝对是不出预料的 肯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想想看 就是北溪一号 北溪二号 说他这一条管线 他的供气量呢 是在五百五十亿立方米 说这次呢 朔尔茨啊 就去到这个中东 去找这个能源 说他签订了一个能源供应的 天然气的一个大单 其实只有13万立方米 你想想看 13万立方米和五百五十亿立方米 这差了多少去了呀 所以说这两条线给他炸了以后呢 这个欧洲绝对说 对他们是毁灭性的 也许现在呢 他们做了储备 之前的时候他们做了储备 说德国的储备呢 已经有了90%多说是 也许这一个冬天呢 他们没准可以过得去 那么这些储备用完了怎么办呢 这个储备用完之前 这两条线能修好吗 所以说呢 现在欧洲呢 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恐慌的 确实是一片恐慌 现在欧洲呢 好多的东西啊 过冬的东西啊 都被抢购一空 比如说是电热器呀 电热毯呀 这些东西 哎说到这儿啊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笑话 就是笑话啊 有人拍的那搞笑的 说就有两个老太太啊 跟着神秘兮兮的跟着讨论 说哎你知道吗 现在欧洲的那个 北溪一号 北溪二号 那个供气管道都被炸了耶 另外一个老太太说是吗 他说那个本来呀 欧洲这个气啊 就不够用 不够用呢 冬天又要到了 所以呢 他们就抢购这个电热器啊 电热毯啊 这些东西 说现在呢 这个天然气管道一被炸呢 人们就在想 这是谁炸的 然后另外一个老太太说 那谁炸的呢 那么第一个老太太呢 就说 这不很明显吗 谁是受益一方啊 那肯定是一屋的那些 卖电热器电热毯的呀 这是一个笑话 好笑不 真的是挺好笑的哈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啊 就是这个乌克兰 现在呢 又紧急申请加入北约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北约和美国是什么表态呀 美国就是说呢 现在不是讨论乌克兰加入北约的10号 而这个北约秘书长呢 斯托尔滕贝格他也说 他说呢 我们这个北约的大门呢 一如既往的 是对任何人敞开的 然后加入申请不申请加入北约呢 完全是乌克兰他自己的决定 然后呢 他话锋一转 他又说呢 我们现在当务之急 是支持这个乌克兰 提高他的自卫能力 那换句话说呢 就是不会来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啊 如果说他们两家都不会 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 那乌克兰干嘛 在这个时候 又提出来这么一个申请呢 真是挺奇怪的 如果他们两家没有人去暗示乌克兰的话 乌克兰能来搞这个事情吗 对不对 看来这个乌克兰呢 可能又被他们耍了吧 或者是呢 他们就用这件事情来刺激俄罗斯 好 昨天呢 有一个重大的消息出来 我昨天的视频里面呢 没有来得及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个德国议会啊 现在对于就是是不是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援的这件事情呢 进行了这个投票 那么德国的议会投票的结果呢 现在就是非常的逆转了 那么是不是对乌克兰继续进行军援呢 只有179个议员投了赞成票 有476个议员投了反对票 投反对票的比投赞成票呢 多了将近400票外 这是非常明显的 这是基于呢 北西管道的1号2号被炸的这件事情 这个被炸呢 德国人就认为是美国炸的 所以呢 他们就很生气 既然是你们这个捏骨来毁了我们 断了我们的后路 对吧 那么我们干嘛还跟着你们的屁股后面 去响应你们的这个号召啊 所以呢 他们就投了这么一个票 但是呢 就关于北西1号2号被炸的这件事情呢 现在看来呢 有所逆转呢 有所逆转 之前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这事发生以后呢 联合国立刻就做了一个这个安排 就是在30号 也就是昨天的时候 开一个紧急会议来讨论这件事情 那么这个紧急会议呢 昨天就召开了 根据美国之音的这个报道啊 在联合国这个会议上 貌似呢 现在西方国家把矛头指向了俄罗斯啊 那么根据这个美国之音的报道呢 我就是看到哈 俄罗斯好像又被他们包围了 就是美国欧盟北约啊 他们一个口气 然后俄罗斯呢 就是一个口气 俄罗斯呢 就指向英美 说是昂格鲁撒克逊人嘛 昂格鲁撒克逊人就是指英美了 因为不可能是其他的三个国家嘛 就是指向他们 那么美国在这个联合国的会议上呢 就是说所有的指向美国的这种说法呢 都是非常荒谬的 他说 他说如果这件事情是哪一个国家干的的话 那么他肯定不是美国 你看啊 他用的词还说 如果是哪一个国家干的 那这件事情不明摆着就是国家干的吗 个人哪里有这个力量来干这事啊 对不对 那么前面所有的人都是就这个动机能力和受益来进行判断吗 啊 还再加上谁在现场 谁能够接近这个现场 从这些方面 我们就看出来 不是美国亲自干的 就是美国这个指使别人干的 他不可能是俄罗斯 可是呢 现在美国 欧盟 北约 他们就众口一词的指向俄罗斯 他们怎么指向俄罗斯呢 他们就说呢 俄罗斯是有动机的 俄罗斯有什么样的动机呢 说第一啊 就是 俄罗斯 他自从俄乌冲突以来 他在乌克兰 持续的一直都是对这个基础设施进行摧毁 说这个北溪一号 北溪二号呢 就是基础设施 就是基础设施 然后北约还说什么呢 北约说 我们发誓 对于我们所有的成员国 我们现在有30个成员国 对我们任何一个国家基础设施的这种破坏呢 我们都要坚决的进行报复 你看这是什么意思 现在就是说呢 这个北溪一号 北溪二号 就是他们德国的基础设施 他是他们北约的成员国 他就认定 现在我们的成员国 德国的基础设施受到了破坏 我们坚决要进行报复 他显然不可能是指美国 对不对 那美国破坏呢 你去报复吗 对不对 很显然他就暗指这是这个俄罗斯了 另外呢 现在丹麦瑞典还有德国 他们三家成立了联合调查团队 对这事呢 进行调查 把俄罗斯排除在外 俄罗斯说 你去调查 你调查了最后 如果你拿出来一个结论的话呢 没有我们的参与 任何人的这个调查结果 我们都是不认的 都是不认的 我们根据就是他们这帮人 他进行调查到最后呢 他拿出来的结论 我相信他那那个调查报告 现在都写好了 啊 根本就不是调查 打着调查的幌子 他一定会把这个栽赃到这个俄罗斯的头上 就跟之前呢 说联合国人权高专到中国去调查 啊 调查完了以后呢 在他离职的前一天 扔出来一个报告 说中国可能存在种族灭绝的行为 现在联合国就拿着这份报告 就来指责中国说 在新疆有人权 有这个种族灭绝行为 你知道吗 现在他们就想把这个指向这个俄罗斯 然后呢 挪威出来就指这个俄罗斯 说这个爆炸呢 就是有针对性的 就是针对丹麦 针对瑞典 针对德国 俄罗斯呢 就想用这样的一个行为 然后呢 制造这种恐慌 那么欧洲还有一些官员 还有一些能源专家 他们就提出来说呢 说这件事情呢 就让这个能源的价格就大涨 俄罗斯是一个受益一方 他们就丝毫不提美国是一个受益一方 说俄罗斯是不是受益 俄罗斯肯定是受益 但是俄罗斯受益的事就是他干的吗 对不对 你价格大涨 然后他是卖能源的 然后他是受益 那你美国制裁俄罗斯 你还造成这价格大涨 那俄罗斯也是受益 难道制裁这件事也是俄罗斯干的吗 对不对 再说了 如果只是为了让你们恐慌缺乏能源 还有能源大涨的话 那俄罗斯把那房门一关不就完了吗 还用得着这样做吗 造势爆炸那些地方 俄罗斯他也去不了啊 所以呢 你现在你就看哈 现在他们就把这个矛头呢 就指向俄罗斯 搞不好呢 就联合国里面呢 炒成了一锅粥 现在炒到最后 他们有可能捏过出来一个报告 然后就说是俄罗斯 如果这样的话就非常危险 你就去逼这个俄罗斯吧 你非得把俄罗斯逼急了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呢 昨天的时候提出来一点 因为俄罗斯呢 在美国的那个大使馆啊 领事馆啊什么的哈 都受到他们美国人的攻击 扔个臭鸡蛋呢 扔个西红柿啊 都是清的 现在呢 就在那个门口打人 还有呢 就是拿那个漆啊 都给了泼漆 你扔个鸡蛋 扔个西红柿好清理啊 就泼漆这个是非常难 清理的 还有呢 跟着打人 就是俄罗斯在美国的大使馆 领事馆呢 一点安全都没有 按说这些安全都应该是 美国来提供的安全保障 对不对 昨天美国就宣布说呢 他停止对俄罗斯的这个大使馆 领事馆提供安全保障 他不提供安全保障 你俄罗斯的安全 你自己负责 我们不管 打死你活该 你被打也什么的 别来找我 我们不管 你说美国是不是 我觉得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就跟小孩似的 一点都不负责任 之前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习近平都说过 说你美国 你哪里像一个大国的样子啊 真的是美国 哪里像一个大国的样子啊 经常是耍这个小孩脾气 做事情呢 不管不顾 不计后果 就是这个被西一号二号被炸的这件事情 这个口子已开真的以后 这个后果不堪设想 尤其是现在你就赖着这个俄罗斯啊 如果你们中口一词去赖着俄罗斯的话 不顾事实 不顾事实 德国呢 你别看他说 这个昨天的时候呢 他们投票 是179票 对476票 等着美国给他们洗脑 或者美国给他们施加压力以后呢 他们就又扭转过来了 又扭转过来了 之前的时候 他们94%的民众就说呢 这就是美国干的 只有6%的人说呢 这个是俄罗斯干的 你瞅着吧 等着美国给他们洗脑 或者施加压力以后呢 他们有可能又反过来了 就是欧洲哈 活该他们这次 让美国给他搞死 欧洲只有被搞死了 才老实了 就等着被搞死吧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